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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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你骑上五华的车 到前面路口望风 姓张的从哪个方向来 你就奔着那条街报信 好 我马上过去 对了 冯沐可叮嘱过了啊 他要是没开枪 你们谁都不能开枪 咱们这儿啊 就数冯沐的枪法好 还有经验 咱们只是配合他行动 知道吗 行了行了 真啰嗦 到时候我们见机行事还不成吗 不成 我啊 就怕你逞能了 主位 大日本皇军是为了帮助中国 拯救中国的 张某对此身心不疑 北平商会的同仁也颇有同感 借此 北平市商会成立之际 我等商界同仁 将维持北平治安的大日本皇军 申表感谢 来 佛总佛总 好久不见了 您这儿上哪去了 兄弟乖想你呢 十二顺呢 我改地了 在同河车毫 挖散座 糟糕 陈长国也是 我听说了 哥哥 您不义 哥 咱自打从齐胖那儿喝酒 咱俩还压根没见面呢吧 我说你别提那档子事好不好 那不当喝大了吗 真怎么摘面 哥哥 甭提了 兄弟这儿心里明镜似的 您啊 是高屋人 您不惜地跟那俩匹的一般见识 您这儿一出手 还有这俩匹子活吗 我听人说了 这韩欣大将军还钻过人裤裆呢 您是不愿因为这点小事 惹上人们官司 是不 哥 那是 咱文爷呀是干大事 犯不着搭理那帮小匹子 你这是干吗去呢 拿个大口袋 想拉什么 我帮你 我这上门闹路 我三爷儿呢 我弄点白鼠去 自打这日本鬼子进了北平城 这梁价蹭蹭蹭地往上涨了 市面儿缺梁是 我这火腹蹭越来越火 我还长气儿了呢 和着日本人来了 你的日子倒好过 老师 那个 云头沟 就那么安 安定啊 日本人没跟那儿住着 我跟你说 任共产党的严肌堆 日本鬼子走当时 轻蚀不敢坐鱼沟桥 隐和那趟馅 所以我的货源没问题 我说你啊 小心点 日本人可不是好惹的 再扮你一个抗日通匪 你小子吃饱都是什么 哥 没事 兄弟我命大 再说你 就这小鬼子 他再怎么孙子 哼着不能让咱拔嘴 缝上不让吃饭吗 阿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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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长 赶快 好 去广河居 走东面的条大道 好嘞 大道 卖馒头 卖馒头 热馄头的馒头 卖馄头 热馄头的馒头 让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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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边 他们过来了 那咱们快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那您就坐我的车吧 我这一上 我还没开张呢 文三啊 找着事了 在刚开张的通合车行拉伞座 那好 你呀赶紧拉我到这个 梅市街南口那儿有一个大马神庙 我去看看老朋友杨逸臣 您说的是杨老板吧 是啊 怎么 你也爱听他的戏 人家杨老板那派头 听他的戏过瘾哪 以前呢 我没少跟陈掌柜的听沧上戏 都是在大墙上 拧着那脖子都唠了枕了 喊着那嗓子都哑了 一不留神 从大墙上栽下去 脑袋磕个大紫包 是吧 生疼可咱乐意呀 没想到啊 你也是杨老板的戏迷啊 铁杆戏迷 我还托人打听 杨老板家缺不缺拉包院 要是能给杨老板拉包院 管吃管住 不拿工钱咱都干 那能听上杨老板的戏了 那叫一过瘾 少活十年值 他们家出事了 我帮不上忙 只能去看看 出事了 出什么事了 他家的老母亲 让日本宪兵队给抓起来 日本人啊 想就此 逼着杨老板跟他们合作 给他们唱戏 小鬼子一来呀 可就没好日子过了 他们的目的 是想要我们 王国灭主 温思尔啊 这当王国奴的滋味 可是不好受啊 是是是 这些小鬼子啊 真他妈不是东西 可是又能怎么着呢 二十九军够凶的吧 也没挡住日本人进城 行行行 走吧 坐稳了您呗 儿子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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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样 好了 梦云 后面没有人跟上来了 好了 梦云 反正这儿离我家不远了 咱们分头开始走吧 你呀 胆子真够大的 这服了你了 刚才多危险啊 拉都拉不住你 这才刚刚开始 牛到小事 以后胆更大 行 赶紧走吧 好 冯云 好 让我们谈谈一下 好 让我们谈谈一下 现在我们谈谈一下 现在我们谈谈一下 你知 日本人已经禁锁了城市 而且 教授告诉学生 要留在高兴 这种状态是很困难的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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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知道 你能够解决的问题 但是下巴的 哦 哇 等下 天塌下来了 你这么不要命的乱船 哪个系的 对不起 校长 后边有两个日本兵在追我 我得赶紧找到这儿躲躲 这个学生是我们系的 吴华 你先不要回宿舍了 上我家待着 等安全了我再讲出来好不好 好 快走 快 谢谢教授 谢谢校长 似乎在北平已经开始了 走 太军 那小子的打扮十有八九 是燕京大学的学生 我们能进去搜吗 你 带路 这要是烦满靠日分子 统统抓走 哎 有您这句话就行了 嗯 这位 杨大爷 说是有一个共党嫌疑分子 跑进了你们学校 啊 这太军一定要搜 哎 我也是为你们学校好啊 也是为各位的安全着想不是 还请各位 请可方便 燕京大学是教书育人的地方 这没有什么共党分子 本校规定 除本院师生员工之外 先杂人员 一律不得入内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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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我聆订一下 我没有任何等待 我已经召开了 我已经召开了 眼睛已经变成了 我恐怕的 共产党 最近 在这里,很多学生都离开共产党, 尤其是山西和 Hebei。 我认为这些地方, 近北京都不容易接触。 我认为... 你好。 我认为是, 有需要教育的人 进入对日本人的战争。 我总是在游戏房子上, 我认为学生都要留下来, 即使在游戏房子上, 要继续参加共产党。 我希望学生在游戏房子建立了一个交互 两个国家, 和战争对日本人的一支援。 你真的认为那些日本人会这么容易决定 他们不会再来返回来? 我认为那些日本人会立即开始新冠行。 他们已经有一个签计。 他们已经有一个签计。 他们想要邀请一群的教育人 我提供美学院教练的教育和中国科学交易 他们选择选择选择 但是他们会赔 我甚至给了一些钱 你认识吗? 当然不 参与学生必须随便选择 但我们必须要小心地担心 我的招待他们就是 参与美学生欢迎美学生 但是他们必须被推荐在 Harvard院上的研究 我们已经选择了Tori Ryuzo 当时我们已经选择了Tori Ryuzo 当时训练的研究科学院 我们已经选择了Tori Ryuzo 我听到这个 Mr. Ryuzo 他不是只能认识的学生 但他也是很耐心的 他一直在这些研究科学院 现在他在七十年 你认为是很简单吗 虽然我们不价钱 在这些研究科学院 我们必须不承择任何准备 除了日本人的招职 我们必须保持Yenjin 为学生安全 为学生 为他们承择任何准备 不承择任何准备 讨厌 你还叫 你还叫 你再叫 罗拜拜您来了 我爸真等着您呢 快跟您马上就出来 秋萍啊 好久不见了 您该上大学了吧 罗拜拜 瞧您这记性 我去年就考上Yenjin大学了 暑假过完 该上二年级了 您忘了 您还向我祝贺过呢 对对对 瞧我这记性 现在我想起来了 我们家孟云呢 也是去年才考上Yen大的 你们还是同学呢 对 门三啊 把这点心给秋萍拿着 罗拜拜 瞧您客气的 谢谢您了 这位大哥挺眼熟的 好像在哪儿见过 可不 前门楼子 您还让我演讲来着 我没想到 您是杨老板的千金 那我们算是老相识了 你后来 不是给二九军 运送无资去了吗 您快别提这马的事了 想起来我就糟心哪 吴先生 失营 负罪负罪 杨老板客气了 怎么样 近来身体可好 身体无大碍 就是心里别秀 来 坐 好 这 这凉快 来 坐 来 坐 王妈 去把厨房里那个冰镇酸梅烫啊 给客人端过来 好嘞 周伯伯 您坐 我到屋里啊 文修去了 去吧去吧 走 我们老哥儿俩在这儿说会话 老太太有消息了吗 这么大年纪 这么吃得消啊 吃不消又能怎么着啊 陆中庸这个王八蛋 算我看走了眼 陆中庸 您说的 是那个京城晚报的陆大记者吧 怎么 这位兄弟也认识 那孙子是退阴了 我们东家呀就栽在他手里 一篇稿子 陈掌柜的买卖砸了 害得我也丢了拆水 这孙子 坏套 好 好 小心啊 陆会长 那多宝阁往哪儿搬呢 放在书房里 小心点啊 陆会长 您那床治好了 您看看去 有什么不满意的 您就言语一声 好 这好了就好 谢谢啊 谢谢 客气客气客气 弟兄们快点快点快点 小心点啊 那好 大伙那就搬完了就 别走啊 进屋喝点茶再走 不用了不用了 陆会长 您真是太客气了 您这哪像会长啊 一点官下子都没有 这样您先忙着 我们就先走了 有事啊您说话 那个弟兄们 我们都先走了 好 走走走走 走走走走 没官家子 莫非这小人物当酒了 有惯性了 陆中英不过是个小暴的弃者 他哪儿来着这么大权力 连您也被他算计了 呸 您还甭说 这年月 就有那么些个剑骨头 尚赶着当汉奸 日本人 日本人不是成立了新明会吗 他们希望 吸收的成员 都是社会名流 而且 名气越大越好 他一个小暴记者轮得上吗 可他削尖了脑袋 往里钻 不知道拖了哪路神仙 硬是当了副会长 成了炙手可热的人物 这个 我倒也有所耳闻 国人内斗的传统 在新明会里表现得尤为激烈 连当汉奸都想争出个高低来 我听说 会长王克敏和几个副会长 谁也不服谁 都争着 把战前的身份亮出来加以比较 看看谁的身份更尊贵 经常是吵得不可开交 争相到新主子那儿去邀宠 您说 这算哪门子露脸的事 是 也不怕后人戳几两骨吧 真不知廉耻 陆中庸发迹后 在西寺匹着胡同 买了个四合院 还雇了管家和佣人 他这辈子还没想过福呢 所以啊 投桃报李 想着法的 八戒日本人 几天前他来找我 说是为了迎接大日本皇军 进驻北平 由北平地方维持会 新民会出面 要组织一场堂会 让我演出拿手戏铁龙山 我一听就犯了 我声称 我就是饿死 也不当汉奸 杨老板的意思 我陆中是汉奸 我是说我不当汉奸 别人尚赶着当汉奸 我也管不着 陆先生 麻烦您 告诉日本人 我杨义辰重病缠身 不光是现在演不了 就是近两年 我也不打算演了 杨老板 您不给我陆中庸的面子 也无所谓 可这日本人的面子 您就不能不给了 不然后果您可是清楚的 我听出来了 您这是威胁我 我没这个意思 我是说 您让我很是为难 按理说 如果我把您的话 如实地转达给日本人 就没我什么事了 可咱们是朋友 万一日本人动了怒 您要是有个三长两短的 我陆中庸 岂不是对不住朋友吗 别人会以为是我在使坏 我就不好做人了 反正还有时间 您不要急于回答我 这事儿 没什么可考虑的 今儿的话 就是我给你的最后答复 谁知陆中庸走了以后 下午就来了两个日本宪兵 和一个翻译官 说是日本宪兵队 要请我母亲去宪兵队问话 连掺带驾的 把老太太弄上汽车带走了 这下我可应不起来了 您知道我是个孝子啊 事情是明摆着的 日本宪兵队就是要以老太太为人质 逼迫我杨义辰 逼迫我杨义辰就范呢 昨儿个 我托徒弟到宪兵队去探了 回来说我母亲展示无恙 就是想回家 我这个做朋友的 也想不出更好的办法来帮助你 百无一用是书生啊 一到了关键的时候 就显得出 这读书人没用了 人你是满腹经轮学腹舞车 在暴力面前 他什么事也不盯啊 我早年也是个壮怀激烈 探求救国救民之道的热血青年 还和同道人争论 究竟是富国强兵 还是实业救国 本人曾坚持教育救国 知识救国的主张 认为中国之所以乐厚 在意国民的愚昧 最好的办法 是用教育和知识的力量 来挽救国民的灵魂 因此一切都从教育入手 林轩 这话没错啊 一个国家要富强 当然要从教育入手啊 可我这套理论 在现实中却陷入了困境 昨天我路过日本兵舍的烧卡 那些野蛮的日本兵 要我们路过烧卡的每个中国人 给他们鞠躬 否则的话 就会遭到毒打和杀戮 我是迫不得已 给他们鞠了躬 可心里就像吃了个苍蝇 那种强烈的屈辱感 久久地折磨着我呀 在赐道面前 一见书生 就显得那么无能不用啊 是啊 教育救国的理论 一见蛮横人 武装到牙齿地侵略就好 真是屁事不定啊 没人和你讲理 除非你也有实力 把侵略者赶走 要不然就只能当顺民了 看来本人的理论 还是有些疏漏啊 没有考虑到强盗介入的因素 如此看来 那些主张富国强兵的朋友 那还是有道理的 原来是全阳先生 贵客贵客 请 我是特意来恭贺 卢会长的巧遣之戏 谢谢 谢谢 全阳先生是陆某的恩人 我还没来得及打谢呢 陆三 怎么样 对这套宅子还满意吗 满意满意 据说这里是一位重庆的妖园 包养情人的地方 虽然不太大 但是很安静 是吗 对对对 一个人住已经很宽裕了 陆某本是一介文人 对生活的要求并不高 只希望有薄落慧眼师英才 了却我一盏宏图之志的夙愿 全阳先生 您就是我的伯格 多亏了您在喜夺成衣部长面前的美颜 我才有机会出山呢 陆三 您是一个才华初衷的人 而且您对中日亲善 有着自己独特的理解 这一点很重要 新明慧正好缺少一个 善于宣传工作的笔杆子 陆先生你当仍不让 全阳先生过家了 有全阳先生助我一臂之力 本人自当保孝皇军 全阳先生 多走 我这里还有上好的乌鲁 不是 文三啊 你也出出主意 看看杨老板的事情 到底该怎么办啊 我是罗教授 您也忒抬举我了 咱就一臭拉车的 能出什么主意啊 叫我说呀 不就唱戏吗 日本人来请 要唱也行 那杨老板哪 可得端着点 开口啊 那就是勾架 把这帮孙子吓回去 那明觉哪能说唱就唱啊 那钱也得端着呢 要像这位兄弟说得这么简单 那就好了 不是啊 和日本人有什么理可讲啊 再说 这也不是钱的事 是民族气节问题 给日本人唱戏 和当汉奸 有什么区别啊 我说杨老板 没这么邪乎吧 要是给日本人唱戏也算汉奸 那我给日本人拉车算不算呢 前两天啊 有个日本记者要雇我的车 这小子啊 会说几句中国话 就以为自己是中国通了 其实啊 也就是一大棒子 从前门火车站到德胜门 平时啊 咱就收火 我愣是宰了这小子一块钱 小鬼子的钱不蒙白不蒙 您瞧 我给日本人拉车 不但不是汉奸 倒成了抗日了 所以说杨老板 您给日本人唱几出戏 没什么大不了的 倒是要留神陆中庸那王八蛋 这小子是专门在背后捅刀子 找机会好好地收拾这孙子 那你说说 怎么才能收拾陆中庸 让他别再护害人 在道路上找几个朋友 给这孙子做了就得了呗 好 这终于不错 你女儿家懂什么 有本事你把陆中庸杀了 爸 您放心 这事交给我来办 我保证他们会把我奶奶放回家的 你 你保证 对 我 你们等着瞧 全阳君真是一语中地呀 终日亲善之事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 中国人的传统观念根深蒂固 要想让大多数的中国人消除对日本人的敌意 明白终日亲善的好处 那还需要新民会的大力宣传 全阳君 今儿个晚上有几个同僚要给我庆祝一番 我想借花献佛请您也一同参加 您看如何呀 谢谢 今天晚上不行 我已经有安排了 好 以后吧 不过 我收到你的 终日友好联合会的请柬了 我听说 杨老板也要来 我很喜欢他的戏 我计划请杨老板出演他的拿手戏 《铁龙山》 作为压轴的节目 你们日本人 包括您不是也喜欢听他的戏吗 只要杨老板一出场 我想那肯定会落个满堂红 我听说 你让宪兵队 把他的母亲抓起来了 有这回事吗 那哪是什么抓呀 那是起迎来的 不过是想给杨毅辰施 施加点压力而已 只要他肯演出 谁也不会把老太太怎么样 我陆中庸是很够朋友的人哪 他同意言了吗 杨毅辰不是一个轻易纠番的人 其实让我看哪 你们日本人也不在乎他唱的一两出戏 关键是要看他的合作态度 你知道我最恨的是什么吗 就是杨毅辰所谓的气节 你一个戏子是吃开口饭的 你给谁唱都是唱 你干吗要摆出一副大义凛然的样子呢 你若是自比为忠臣 那我跟新面会成什么了 数目存光不是失误 老张 快 快坐 快坐 这怎么了 谁把你打成这样 快 别提了 几个日本浪人殴打小伤犯 老张就上去劝了几句 就被打成这样 这他妈还有 还有帮法呢 谁都敢骑在咱的脖子上 拉屎拉鸟 这真是 没法搞 老张 你怎么给忘了 那沈美总署长 那个通报里面怎么说的 凡是涉及到日本人的案件 切勿擅自处理 必须交给日本鲜兵队自行处理 否则好果四负 我知道有危险 可眼瞧着咱们中国人 造人欺负 你说不管不问 这也说不够去呀 周围那么多老少爷们 可都瞧着呢 那又能怎么样 没人给咱撑腰啊 就这样姓沈的还得说 你是唯令月权 咎由自取 这事也不是投人家 是啊 我 我突然被人打了 还得自己掏钱看病 我是自找的 没事没事啊 我帮你想想办法 我们还认识几个不错的医生 好了有多少钱 那就写下老冯了 你说咱们这以后可怎么熬 我 这支日本兵 他想进一步是一步 就得查后看 明儿他随意射了点 就开始盘查路人 昨天我眼瞅着 两个二十九军的人 被他们抓到了 当场就给枪毙了 咱们要怎么办呢 咱们再走 满满满满满 热汆汆的满满 满满满满 热汆的满满 把拔抖 过来 把拔抖 让开拔抖 这 把拔抖 让开拔抖 开军 您上哪儿啊 快快点 韩家谈谈 走 快快点 快快点 这片儿汤话呀 谁都会说 可是 能当饭吃吗 这俗话说得好啊 留得青山寨 不怕没柴少 这实施物者才是俊杰嘛 所以说呀 他世上的事就是这样 人嘴两张皮 怎么说 怎么有理 我路中拥就不怕 那些闲言碎语 听歌 也慢慢地撒 你rore 谢谢 帅君 谢谢您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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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谢谢 好 谢谢 太军 太军 您 您还没给钱呢 太军 您还没给车钱呢 好热 好热 你这不喜欢大日本黄军 瞧您说的 哪敢哪 可往后都跟您这样白蹭车 不给钱 那咱还不得喝西北风去啊 西北风的不好 喝酒 太军 这不会喝酒 太军 喝酒 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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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喝酒 喝酒 您您腰里点 不会喝酒 好 来 钱 大军 大军 你 你怎么打人呢大军你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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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去 起来 快来 你给 快出来 老板 你给起 我 你给我扯起来 我 你给我扯起来 大军 你给我扯起来 你 你 你怎么来我扯起来呢 阿滛 阿滛 快快快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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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